上一次的第七章,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那這個複習的時候,可以檢查今天的教導的答案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第七章在講的是這個縮挺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我們叫State or縮挺 那所謂State or縮挺,就是假設你的資料裡面有重複的 那這個在授折之前跟在授折之後啊 這些重複的資料,他們的順序是不變的 他們的相對的order,他們的相對的關係是不變的 那這個叫State or縮挺 再我們看這個Invenso 這個Invenso,就是一開始講說這個是不對的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把第二個把它印字到正確位置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5跟9是排好的 緊接著呢,我們把下一個,這個2把它印字到正確位置 然後呢,2可以跟4交換 2再跟5交換,那2跟5就正確了 再過來呢,我們再把這個8印字到正確位置 8跟9交換 但是8、5跟這個5交換 所以2、5、8就可以正確了 再下來呢,我們再把6,把它印字到正確位置 6跟9交換,再過來6跟8交換 但是6跟5沒辦法交換 所以就已經正確了 因此這個InsertingTable InsertingSort 它是Stable 這是我們的達領的第一題 不僅這個InsertingSort 它是Stable 這個是Stable 這個時間複雜都是order跟平方 再下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QuizSort 那QuizSort的話,我們就是拿這個26當作基準 從左邊過來 從左邊過來 這個比26還要大 我們記下來 從右邊過來 比26還要小 我們把它記下來 接著把這個37跟19交換 再下來,我們就從左邊過來 這個1比26還要小 沒問題 61比26還要大 我們把它記下來 從右邊過來 這個15比26還要大 比26還要小 把它記下來 61跟15交換 然後再過來 然後再過來,我們看到 看到這個 從左邊過來的話 看到這個59 從右邊過來 其實可以高到59 所以已經重疊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11跟這個26把它交換過來 把26交換在中間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資料 左邊比這個26還要小 右邊比26還要大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交換 這個距離很遠 它可能會超越原來 你有相同的資料的情況 你有相同資料的情況的話 怎麼會被超越 所以這個quizote基本上是unstable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 這個小小的第一題裡面的 第二個答案 quizoteunstable 好,那這個quizote的報告時間呢 phasequizoteunstable 誰是order m08 하나 zabka 再來是這個 2ving murdered 這個2ving 기억 有обще ist 你剛剛考試的這個第三題 那 2vingemand이죠 你這一串的資料 排好了 這一串的時候排好了 我們就把兩塊 這個2ving cabeza 這個2ving beak 所需要的實際是order m加af 我們利用這個2waymoji來進行sort 我們現在就直接看我們考試的第三題 recursion 這個recursion就是你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對切 左邊一半、右邊一半把它對切 左邊這一部分就是recursion的moji sort 所以左邊這一串的資料 moji sort完畢之後就得到這個答案 已經排好進去了 右邊一樣recursion的 這個moji sort完畢之後就得到右邊這一串的答案 排好了 所以唯一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左半邊的這一串、右半邊這一串 兩串排好的把它match起來 那我們的recursion就是你要想辦法 把資料把它對切一半 左半邊recursion,moji sort 右半邊recursion,moji sort 再接下來就是利用2waymoji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這個小寶的第三題裡面就說到了 這個2waymoji這件事情你不用secure away 我們假設這個方形你可以拿來使用 所以這個就是你去呼叫方形 把兩串的東西把它連在一起 把它合均合邊在一起 那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這個moji sort的實連複雜度是order跟logan 好再下來是這個hip sort 那這個hip sort就是我們考試的第二題 基本上這個hip sort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我們要先建造一個hip 那我們這裡是要由小而大把它排好 那所以呢這個根本開始建造的時候 你要把大的放在上面 因為大的要output output之後呢它放在最後的地方 好那我們這個建造hip的方式就是 從下往上去建造 那第一個看的是61這個tree 那61這個tree的話OK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1這個tree 那1這個tree的話我們把48上心上來 那這時候呢這個hip就建造 這個48vhut的hip已經建造完成了 再過來我們看這個71這個是對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這個77是對的 然後再下來就是把剛剛的這個 剛剛的這個以vhut的這一部分把它建造完成 那建造完成是這樣的情況 最後建造以21vhut的這個 那是建造完成的時候的這個hip 那我們這個跟我們考試的這個 要考的這個順域是一樣的 我們要先建造一個mess margin 然後接下來呢你把這個77 output 那這個77 output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暫時先把這個vhut 先把它放在vhut的地方 然後呢去調整它 調整完畢之後呢是左邊這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這個最大值77 就是放在我們這個ray的最後一個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61 output 那61放在什麼地方呢 放在我所謂的倒數第二個位置 好這個是hip sort 再過來是這個radius sort 那這個radius sort的話就是 我們看你自己本身的位數的值 那第一次呢我們看的是個位數 所以這個179進來 我們就把它放在第9個箱子 再來208進來我們把它放在第8個箱子 306進來把它放到第6個箱子 93進來把它放到第3個箱子 859把它放到第9個箱子 按照順利喔 剛剛是179 在外邊是859 再來984 984放在第4個箱子 再來55放在第5個箱子 接下來9放在第9個箱子 271放在第1個箱子 接下來33放到第3個箱子 好那現在我們把這個資料 放到我們各個不同的箱子裡面去之後 再過來就是把它按照順序 直接把它這個讀出來 所以這271 再過來是93 33 再過來是984 55 306 208 179 859 9 好再過來 第二個pass 我們就看史物類數 271放到第7個箱子 93放到第9個箱子 93放到第8個箱子 93放到第8個箱子 984放到第8個箱子 好 一直在推 好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咧 我們再把這些資料啊 由你這個 由這個 第0個箱子 把它讀出來 就這樣一個順序 好 那這個 這個縮整方法 是不是stable咧 這個是stable 因為你在排這個資料的順序的時候咧 你的這個後面的資料啊 你不要故意去抄回前面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stable 好 所以這個 Vegisort它的時間複雜度是 這樣一個情況 N加R乘以NogK A 再下來是我們這個 所謂的 list sort 那基本上這個 並不是一個sort演算法 這個只是說 你的資料如果 形成一個 list的一個狀態的話 我們怎麼把資料 放到正確位置 好 那像這邊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 最開始這個是放在第4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的第一筆資料 1 那1的下一個是2 放在第2個位置 那這個2 這個R2這個咧 它的資料是5 它的下一個是放在第6個位置 放在第6個位置 好 那我們要做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就先建造一個 這個 backward的人的list 也就是 指圍頭的一個list 所以呢這個第一筆資料 這個1 它指圍頭就是0 它應該是第一個的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先程已經沒東西了 是0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例如說R2這個 它的R2的下一個是6 下一個是6 那R2的前一個呢 R2前一個就是4 因為4的下一個是2 2的前一個就是4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R4 把它放到它正正的rack 第一個地方 所以R1跟R2要交換 那R1跟R2交換的話 原來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1 這個地方是1 代表什麼意思 你這個R10 這個R10跟R9 它都會指到第一個lack 但是第一個lack 現在已經變到第4個lack 所以這兩個位置 這個資料會OK 按照這個方式 按照這個順序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已經排好順序的 但是用linked list的概念 做出來的東西 把它擺到真正的位置 再過來是這個所謂的table store 那我們看下面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就是說 這個資料喔 在這裡面的這個最小其實 這個12是最小的 那12呢 它應該放到什麼 放到R1的地方 那所以這邊這個T3 T等於3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目前的第一個位置 第一筆資料 它實際上的位置在第三個位置 所以未來呢 你要把這個什麼 把12把它拿到這個R1的地方來 然後再過來這個 這個R3這邊這個8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將來要放到第三個位置 它現在實際上在第8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R8 把它放進來 好 所以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E386的意思 E386的意思就是 現在R1的資料 目前在第三個位置 這個R3的資料呢 目前在第8個位置 然後 R8的資料目前在第6個位置 然後呢 這塊 R6的資料目前在第1個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 剛好形成一個cycle 那我們就稱這個叫做 朋友貼心cycle 好 好 那這個做法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 你把這個一個cycle 一個cycle 把它處理完畢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R1目前 這個 的資料先把它暫時移到一個暫時的空間 然後再過來就是把R3的資料把它移進來 再過來就是把R8的資料把它移進來 再叫做這個6 把R6的資料移進來 再下一次把R1的資料 R1的資料的話 現在在暫時空間的地方把它移進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cycle處理完畢了 好 好 再下一次這個extendal縮挺 那這個extendal縮挺 我們要考慮的這個問題 是 你如果從Disk讀資料的話 那你要花很多時間 你操喊這個sigtime 就是我們的這個讀寫頭 移到正確位置 移到正確的這個詞位 所要花的時間 latency time 就是你這個旋轉的時間 還要請時間去time 真正讀資料的時間 好 那我們這個extendal縮挺 要怎麼進行呢 基本上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先這個 利用這個intel縮挺 把比較短的資料 先把它收索完畢 那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把它已經收索完畢 比較短的資料 把它合併在一起 變成比較大比較長的資料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intel縮挺的一個示意圖 這一段的資料 R1到R6 已經這個 各個用品 已經把它排序完畢了 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 把這個已經排好 這些順序的 這些小段的 把它變成比較大段的資料 就是把合併在一起 那這個合併的過程 就跟我們的這個 Mergisaw的合併的過程 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這個上面是有說過 我們在合併的時候 就是我們希望那個短的先合併在一起 這樣會比較省時間 短的先合併在一起 比較省時間 那這個 這個就是牽涉到我們的這個 第八個實體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號免算法 那這個號免算法 在這邊 用這個範例說一下就是 假設我們的這個資料量 有2 有3 5 7 9 13 這個代表我們的資料量 那我們就先把短的資料量 先把短的資料 先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2跟3合在一起 合到5 然後再下來這個 5跟5合在一起 就得到這個10 再下來就是 7、9合在一起 得到16 再下來就是這個10跟13合在一起 變成23 所以我把這個16跟23合在一起 就變成39 那在整個這個和併的過程當中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經常要找目前最小的兩個 把核在一起 那另外呢 你和併在一起之後呢 你那個長度增加了 變成一個C的一個長度 譬如剛剛那個2跟3合在一起之後呢 變成一個C的長度5 你還要把它印射到我們那個資料結構裡面去 那這個我們最常使用的這個資料結構就是 HEAP 那這個HEAP很容易把最小的子把它取出來 也很容易把這個把它印射進去 這個HEAP的印射法 它的時間步驟都是 或者能不能 那這個HEAP的印射法 也可以拿來做這個HEAP的 那這個HEAP的Code 那這個HEAP的Code 基本上就是 你把那個長用的符號 這個長用的符號呢 我們用比較短的Code來表示它 那這樣的話可以做這個我們的資料壓縮 那這個是一個範例齁